小李啊 我刚才没数清楚 你到底是辞过几次职啊 辞过两次职 一共就两次吗 女孩 还有两个小兼职 还有两个小兼职呢 有四次嘛 对吧 每次辞职 要么工作太累了 要么 哎呀 这不是我喜欢的职位 哎呀 太冷了 年轻人换两份工作没什么 因为要知道自己 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但是你这样频繁的辞职 就不是不在找适合的工作 而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工作 谁的青春不迷茫 谁的工作不加班啊 年轻人要有一个年轻人的样子 怪不得他说你跟个大爷似的 天天就知道六个弯 女孩儿 上进心是男人的金鸣片 女孩儿 咱就坦诚一点 就是嫌弃他了 看到了外面丰富多彩的世界 接触了不一样的人生 你也渴望 我觉得上进心是好的 向往幸福的生活 幸福的状态是好的 但是你知道吗 男人三四十岁和女人二十多岁的时候 都是人生当中最好的状态 二十多岁的你最漂亮 但是二十多岁的他还什么都不是 我不针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 我有一句话要送给你的是 不管对方是谁在这样的年纪 默期少年穷 因为如果有一天他奋发了努力了 他有无限的可能 但目前来讲他就是原地踏步 你就是一直向上的这种状态 你们两个就是要调整 别溜弯了 好好去找工作 好好踏踏实实地干活 冷点就冷点呗 今天冷是为了明天暖 懂吗 当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付出的辛苦 三四十岁都会给到你回报 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 就是我们知道爱情最好的样子 当然是比翼双飞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不能他在前面飞 你莫要追 自己起一个航线 重新飞 祝你越飞越高 谢谢你们 一个男人呢 穷不可怕 怕的是没有希望 刚才左颜老师说 如果你要是一旦努力起来 他会更成功 我不这么认为 那是建立在一个男人 有自尊的情况下 他才会这样 但这个女生即便用那样的方式 来刺激他 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自尊的体现 当你看着那个所谓的 上司带他回家的时候 你内心不舒服 对吗 嗯 在不舒服之后 看见了什么呢 也没看见你有什么觉醒 对不对 你并没有付出什么 你连为了一个女人 或者是为了自己 来一份稳定的工作 忍受冬天的严寒 你都做不到 我怎么可能相信 你将来能够给 他一个很好的家呢 其实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首先要做到自己最优秀 爱情一定是让两个人 越来越优秀 而不是让两个人 彼此越来越依赖 热跳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是想留住你 我会为了你去改变 我也会去好好地找一份工作 然后踏踏实实地干下去 然后希望你可以不分手吗 这样的话我听太多了 我觉得你挺让我心寒 我觉得之前你对我那些小细节的一些关心 我出去工作 你也挺温暖的对我 但是你不是我以后要走在一起的人 但是我真的会为了你去改变 真的 再给我一次机会 太空了 真的的话太空了 谢谢老妹啊 请回 谢谢老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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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